今年适逢228事件73周年 台中市政府一早在大理国光公园举办JS纪念会 以希望和平为主题 在副市长陈子敬的带领之下 和多位贵宾还有受难者家属 在228纪念碑前献上白色的百合花之意 希望用大爱化解历史的伤痛 用爱去包容不同的声音 不要再有228事件发生 在副市长陈子敬的带领之下 余慧归宾以及受难者家属 全场默默一分钟 为死去的亲人至上无限的思念与不舍 二八事件届满73周年 这些在大理国光公园举办追思纪念会 我们在台立国光公园 在这里纪念这些先犬先热 也就是说在73年前 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 这些人用他们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 来为何我们台湾这片土地 我们今天是用希望和平和大爱这份心 来纪念他们 每年到了228总是勾起家属内心深处的伤心往事 众人在228纪念碑前献上白色的百合花之意 哀悼死去的受难者追思纪念会以希望和平为主题 希望能够用大爱化解历史伤痛 还是说要忘记的是很难 因为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家属 他永远忘不了这个伤痛的 所以这个恨永远是 我想是不可能会抹杀掉的 就是有这个事件才让我们好像家破人亡这种感觉 就像我就变成孤儿 没有遇到的家庭不懂得这个心酸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件发生 73年前为了追求人权发生228事件 生力其境的家属永远忘不了这个伤痛 大台中228协会理事长廖林慧表示 要忘记过去很难 希望能够记取历史的教训 衷心希望不要再有228事件发生 介绍专台中仓报道 基地词 投资 基地语